我們來到和EDIP 楊潔亭第二集 這次說什麼? 說減小腿 我記得的 之前和謝景洋拍片的時候 謝景洋議員提過 EDIP 其實想減小腿 所以今天我準備了一些減小腿的練習和動作 想跟大家說一說 第一,小腿為何會避? 本身肥 沒錯,重小 首先,若果你本身BMI 24、25 那你小腿自然會肥 若果你是重磅 第一,你先減個磅 第二,若果你不算重磅 你BMI,Body Mass Index 你是21、20左右 但你仍然覺得小腿是腫的話 那就留意一下 還有可能是試食問題 為什麼呢? 和你吃的東西,鹽份過多會有關係 知道為什麼嗎? 水腫 因為你鹽越多,水就會走去鹽的位置 再加上你站得多的話 重量就會墜在下面 變成你的腳是腫了 有一件事要澄清的 跑步就不會導致你腳腫 特別是耐力跑 就不會導致你腳腫 衝刺跑 腿力要求大一點 就比較容易 會令到你對腳會粗一點 但是耐力跑就不會 不過香港人正路來說 都沒有什麼機會衝刺跑 衝刺一杯 現在都沒有了 加上武漢肺炎 看完天天先搞定你的食物 其實糖也減掉了 我好像喝完茶了 耐力跑 要跑多一點 五萬跑 有些女生說 我跑完之後還是粗的 為什麼呢? 有些人跑步 對腳降的方法是這樣的 你知道嗎? 有什麼問題嗎? 不知道 正常來說 跑步是摺腳的 摺腳的 即是說你會用到你的國乘機 小腿也會用的 屁股也會用的 因為你會移排觀的 但是若果你的跑肢 去到一個地步 你只會踢小腿 你試一下感覺 只會踢小腿 你會發現其他地方是不力的 只有小腿用力 長次跑下去 小腿就很腫了 大腿和屁股 現在就完全沒有反應 第二重點 就是你跑步的時候 你的跑肢 不要太多 只是顧著向下方式 不是不可以向下方式 向下方式 不是你整個跑步的主菜 你要摺起雙腳 就不是這樣 不是這樣 不是這樣 OK 你用多些搬關節的移動 轉多些搬 用多些屁股 用多些大腿國乘機 這樣跑步 這樣才可以 這個就是第二個重點 除了跑步 跑得好 會容易導致你 小腿變粗 其實有沒有留意 走路都出事 沒有 為甚麼 你有沒有穿高跟鞋 不穿的 穿得好一點點 香港女士 很多時候上班 是要穿高跟鞋 而高跟鞋 往往就是 你要甚麼呢 等於你點了 食物 等於你點著腳 長時間來 小腿用力 等於 你想不腫都難 所以 當你跑步也好 走路也好 走路也好 盡可能避免使用 搬過高的鞋 其實 這隊 已經叫 這個 平時跑步一樣 走路 走街道 避免搬 heel drop 太誇張 鞋底不要太高 正可能用的鞋 越是傾向盆底 就越好 另外 跟我們站在那裡 都有一些影響 嗯 其實是幾家站 其實是幾家站 留意一下 有些人站多 就腳腫 有些人站多 都腳沒有腫 其實有關係 特別見到 多數投訴腳腫 多數都是女性居住 有沒有聽到 那些男子猿投訴腳腫 他們腫都不覺得 男生多些肌肉 一來就是他們多些肌肉 二來就是 他們身體的 下腹的長度是高些的 和站姿是不一樣的 見到 這裏 先偷一點點 對 見到屁股 是側盆有少許前傾 誇張就是這樣 剛才沒有誇張少許 若果你鞋盆 若果越是前傾 的話 就越容易發生 一件事我們叫做 膝超膝 經路來說 一個人的膝蓋應該是這樣 打直是這樣 若果是超級伸展 超級伸展 就變成這樣 那怎能看到的呢 就是盆鞋 下薑 這位置 你拉條線下去 是碰不到膝蓋的 這裏你下去 碰不到膝蓋的 正通的情況 應該是 應該是盆鞋下去 穿膝蓋 這樣才對 有些人的站姿是有問題的 就是這樣 一來是骨盆前傾 二來就是膝蓋伸展得 太過誇張 結果就演變成 你的小體不斷的 與你的骨格 去鬥力 所以長時間來說 就會變成這樣 所以我們要留意 避免 骨盆前傾 避免膝蓋 會不會伸太過直 為何這件事 骨盆前傾 一和穿鞋有關係 高跟鞋長得越多 就越來越傾向 是這樣的 S字的 第二原因 就是下腹的力量 夠 下腹力量夠 會怎樣 是 會走向前 YES 是 這裏你夠力 對 如果你不夠力 就下腹下去 所以我們現在要練習 就是要練習下腹 給大家多一個練習 按下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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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慢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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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我們要上腹力 下腹力量 下腹力量慢 下腹力量 下腹力量 不要碰地 保持 拿回來 好多練 這裏 這裏都解釋了 對你來說 原因就是這裏 就是下腹力量不夠 下腹力量不夠 所以到着腿的時候 長時間骨盆前撃 和腿的膝口 超級伸展 所以就要多練這裏 去到這裏 低一點 不碰地 鋪著拿回去 好 上得回來 好 好 其實小腿腫 你猜不到 他竟然跟下腹有關係 下腹力量收緊 你就不會向後蛇 根本不會前傾 推到上前 這就是第四件事 我們要說 第五件事 終於會說到 拉筋 一般來說 小腿腫經常說拉筋 但到最後 其實拉筋 我認為是最重要的 是最重要的一組原因 為什麼呢 對女士來說特別是 大家看到公園跑步 經常看到女士在拉筋 反正那些男士跑完步 之後 沒事了 吃東西了 不用拉筋了 所以其實女士拉筋的密度 其實我所見 是相當之高的 拉筋不足 多數未必是 女士小腿腫的原因 但是若果 你真的少拉筋的話 就一定要聽完 第五項原因 就是拉筋不足 太過緊了 這樣說法 小腿 大家看看 其實也不是很粗 只是少少粗 腿部粗不粗 小腿粗不粗 其實是視乎一件事 就是肌肉的長點問題 應該長好還是短好 長好 沒錯 要長的話 肌肉就不會腫了一塊 所以你想令到肌肉的長度變長 小腿就會看下去 就會變幼 好 接著我們過來做一個 拉小腿的動作 好 大家看看 好 儘量嘗試把腳掌 粗下去 粗下去 越大 沒錯 粗在垂直線上 這條垂直線上 再接近一點 好難喔 對,好難的 好,粗到實力 好,膝蓋直 然後把人拉到前面 前一點 是不是感覺到這裡 嘩 這個很扯 對 如果家庭觀眾 手沒那麼扯 就很簡單 這裡多留一點位置 就沒那麼扯 你不要壓那麼前 就沒那麼扯 但這個是你拉小腿來說 在沒什麼工具的情況之下 在沒什麼方法 的情況之下 這個是你能夠拉到 最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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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強的方法 這個是 當你的肌肉的長度變長了 它就會沒那麼腫了 好痛啊 看到兩邊都要拉 然後還有第六組 平時的小腿鼻就是 鼻腸肌 和鼻目魚肌 這兩個東西 如果你要跟它對抗的話 你要另一邊 要足夠地強 因為這邊太強 這邊太弱的話 就不好 我們想練習 這邊也要夠強 那怎麼做呢 我們這個勁骨前肌 好 勁骨前肌 Tibialis anterior muscle 那怎麼做呢 我們要練一練這個 踩起腳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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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腳趾 踩起腳趾 對了 拿起腳趾 感覺到 是前面正在收緊的嗎 正在收緊的 而小腿 對 小腿後面 你的肥腸肌 和你的鼻目魚肌 正在拉長 這個正在收緊的 你不能兩邊 雙親太多 你這邊要變強 這個第一個動作 我們叫做 Tot Race 第二個動作 就叫做 Hill Walk 怎樣是Hill Walk 就保持著我們現在這個動作 走 快點站著 剛才我們一共講解了 三種動作就停了 我知道你很喜歡 因為很舒服 為什麼舒服 因為緊的 大家看到的 反應上看到的 你看到很愉快很開心 因為小腿緊 它一拉這樣 就覺得舒服 這就是身體上的自然反應 剛才我們講了三種動作 Leg Race Leg Race 三套 至於腿腳趾 這個每邊 每邊 請做二十至三十下 Hill Walk 這個 腳踩 走三十步 走三十步 OK 然後 這些東西為一套 我們做三套 OK 是 我覺得 你應該感覺到 是否鬆了 對小腿可以鬆了 是呀 感覺到小腿可以鬆了 但現在不會太快 看到營住 走走走 一個多月 兩個月後回來再多謝 一個多月 兩個月左右 大概是你預計這個速度 OK 好 今天夠不夠 滿意嗎 OK 好 以後再跟大家 好 拜拜